我们来看到供应链优化的部分 供应链优化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好的供应链 需要什么呢 需要产品的品质好 产品价格低 发货速度快 这是一个好的供应链 必不可少的三个部分 你说产品品质好是一定的 那价格低 这个可不一定 一定是量大价优 为什么说供应链 我们放在最后 一定是前面有销量了 销量大了 然后你有量了 你才有资格去跟供应商谈价格 不然你就买两个的话 你就说一个的话 你原价两个 你该给我打五折了吧 你觉得谁会理你 没人会理你 但是你如果跟他说 一个你不打着 那我要五百个你 你不给我降一点钱吗 他不可能不给你降的 现在生意都很难做 所以的话呢 当我们起量的时候 一定要有去优化 采购价的这么一个意识 然后并且要控制好 供应商的发货速度 因为虾皮现在对于 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你不能说等到九九大促当天 你报了一千单 然后你这个单的话 五天都发不出来 然后他那边也断供了 然后工厂也断供 也不生产了 这不行的 你所有上活动的产品 一定要提前跟供应商沟通好 你的供应链是稳定的 一定能保证 你现在下单的这个当下 如果今天不发 明天也必须要发货 然后发货的物流时效 要考虑进去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要去考虑到的 毕竟我们还是要最终 以发货的时效 就是你第一时间出单 第一时间 现货当然是最好 如果做不到现货的同学 一定要控制好供应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很多同学 其实对于这个供应链的话 没有太大的概念 但是会对一个东西 非常有概念 是什么 就是老师 我今天出单了 但是我不知道下一步 我该干嘛了 那现在我来告诉你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呢 首先的话 你出单要什么 去1688拼多多 这些所有的会员平台 你能想到的会员平台 搜图搜同款 或者搜关键字 去找到你这款产品 找到你最低的成本 记住这个成本等于什么 等于采购价加国内运费 加上代发的费用 如果你要是请别人帮你发货的话 请你把这个费用加进去 然后第二步 一定要跟供应商沟通 确认产品重量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作为卖家的运费 全部都是跟重量一一相关的 如果重量要是过重的话 其实我们是赚不到钱的 你们这个要知道 所以重量很重要 一个供应商不告诉你重量 你就去找另外一个 去问到重量 如果实在问不出来 你也可以毛估一下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 你才能够在发货之前 先搞清楚这单亏不亏 亏太多钱的单没必要发 然后像这边是我们的藏价工具 对不对 藏价工具一定要记得什么 把成本重量 还有毛利率折扣率输入进去以后 选择你要去 已经出了单的那个站点 然后参加免运活动 一定要在这边勾选 然后看最后的什么利润额 人民币的利润额 是不是亏本的 对应的这个折后价 对应下来的人民币利润额 是不是亏本的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像很多同学 在这个折后价的部分 其实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他会发现 他把毛利率调成一了以后 这个折后价 甚至是比他现在卖的价格 还要高出两倍的价格 那这样的产品 你自己算一算 中间的差值 其实就是你亏的钱了 因为你的利润率 已经调到一了 你的重量又填的是对的 注意重量是千克 你已经把所有的利润 已经降到了1% 我卖这个产品 我只赚1%的钱 但是他最后卖价 卖价就是我们的折后价 竟然还是我们这个 还是还比我现在卖的价格 还要再高出两倍的价格 这个东西我有什么必要发 那我是没有必要发的 但是我首先得反映过来是什么 我要去把这个价格 改成正确的价格 那你看像下面 不亏本的订单 尽快去下单 把货发出去 你出了单以后 你要先用藏价工具 先算一遍你有没有亏钱 好不好 不要说亏钱了以后 又来找平台 又来打电话 去跟客服哭诉 去闹去吵 没有用的 因为你现在 你是属于什么 就是误导 就很懵的就出了单 然后你很开心 你以为你赚钱了 但最后收钱的时候 你发现你没赚钱 就你不要等那么一个轮回 差不多要等到两个月了 你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可以用藏价工具 去算了 好不好 直接用这个藏价工具 去算出你的折后价 不要是亏本的折后价 就你的这个算出来 毛利率调成一以后 折后价发现 还高那么多 没必要发了 但是如果说 发现中间还有很多 那我把毛利率调成十 调成十了以后 发现折后价 刚好跟我的吻合了 那其实下面的人民币利润额 就是你赚的钱 你发了这一单 你就赚了多少钱 是这个意思 你发了这个产品 你就赚了多少钱 然后这边运费 也会有计算 因为你的重量 填的是准的 每个站点的运费 都会在这边计算 站点机的填好 那亏本如果要去 关闭订单的话 一定要去跟顾客沟通好 记住关键字 是关闭 不是取消 再讲一次 是关闭 不是取消 讲到取消的 被抓到扣一分 每抓到一次扣一分 那你让顾客 去关闭订单 你可以要给人家一点赔偿 你可以给优惠券 然后说下次下单的时候 我给你小礼物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让顾客 选择理由 是其他理由 不要去选择 是我们卖家的理由 那如果是卖家的理由 你这个订单会记住你的 这个未完成订单 然后会导致扣分 所以的话一定要记住 关闭订单要选择理由 其他好吗 这个是出单后的操作 那我们看一下 藏家工具的用法 藏家工具的用法 注意成本和利润 都是人民币 重量是千克 不是克 你如果是一个 30克的产品 请你填0.03 因为30克 因为单位是 一克等于1000克 就1000克等于 1000000几克 所以的话 重量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填准了 好不好 那关于这个 是否有参加免运活动 一定要选择 因为这个东西是 要多抽你的钱的 多抽你的佣金的 你如果实际参加 这边选不参加 你就会亏掉6个点 所以的话 如果像 针对于像 印尼的话 现在是4个点 那像台湾的话 是5个点 对不对 马来是3个点 那你不选择 选择不参加 实际又是参加 你就会亏3%进去 所以的话 有没有选择 一定要勾选 这个免运活动 然后这边藏架工具的链接 也在这边 可以截图下来 也可以之后 加我微信发你 都可以 然后印尼是印尼顿 台湾是台币 马来是马来币 所有的这个蓝色的部分 原价折后价运费 都是本地货币 话重点 本地货币 不要再跟我说 台湾是美元 然后马来看到的 也是美元 没有美元这件事情 在每个站点卖的钱 都是那个站点的货币 那出单 特别是新手 刚出的订单 你不熟练的时候 请你用计算器算一下 重新核准你的利润 避免掉你的盲目亏损 如果你算出来 最后发现亏5块 你觉得这单还能发 那你心里知道亏5块 我没意见 但是如果你都不知道 你到最后还是亏了 甚至说亏到20 50这么多的话 我真觉得没必要 但凡就是你 出单以后倒回来算一遍 手机上电脑上都可以算 无所谓 那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何必要去导致亏损呢 是不是 所以的话 藏家工具一定要用好 这个是在我们供应链这一块 而且你的成本 可能会是一个 跟供应链这边优化好了 可以把成本打对半 甚至说是只拿到 三分之一的价格 因为有时候 前台零售价格是相当高的 你如果是批发价格的话 甚至可能可以拿到 七分之一 八分之一的价格 都是有可能 还是要决定你的量来决定的 你购买的量越大 成本越低 你这边能够赚取到的 毛利率就越高 是不是 好 这边就讲到 是我们的供应链优化的部分 一定要注意到 出单价格要去核准 好 那今天的这个课程的话 我们最后再来讲到 一个常见问题答一 就很多同学 有很多问题会发问 那其实你们都是不知道 是什么呢 就是问题在哪里解决 都是在我们企业微信里 你看在这个四个小方块里面 市场就报在公告栏 虾皮大学里面会通知东西 相关的通知都会直接用虾皮大学 或者公告栏通知 那箱下面的报单活动看到了吗 报单活动 去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 miss掉之前官方通知到我们选上的常规闪购的活动 或者特殊价闪购的活动 有没有通知 那像还有什么虾皮的公开课也会在这边 关键字广告的相关信息 客户经理通知 这边的话都是很全的信息 很多时候你在问经理问题之前 其实你先看一看这些内容 甚至都是不用去问的 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回复你 那问了也白问 那不如自己到卖家手册里面去找 对不对 卖家手册这边可以看到 所有的东西看到没有 选择Ctrl F去搜索内容 然后你比如说我要找重货渠道 我就Ctrl F 然后在里面输入重货 就会跳到重货 那我Ctrl F搜什么 搜仓库 就是仓库换仓 你看是不是就自动会跳到 换仓的这个地方 会把你的问题直接定位到 你想要找到的答案的地方 你选择链接 你就可以解决问题了